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兰花确实常见易买 早在2018年就有媒体表示 中国是全球西兰花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 达到10万公顷 相当于150万亩 但要知道 中国被卡住的不是市场上的产品 而是农业芯片及种源 而日本版田公司就是凭借西兰花种子 每年从中国轻松掠夺数十亿 甚至还出现过一包种子被炒到1.8万高价 还一粒难求的情况 直到18年国家出手 这一局面才有所转变 那么 如今中国西兰花种子现状如何 有没有真正打破垄断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西兰花 又名绿菜花 青花菜 原产于意大利 在英国 法国 荷兰等欧美国家有广泛的栽培 19世纪传入美国 后传入日本 现在在世界各国均有种植 人们平日里吃的西兰花 其实是植株的花蕾 而西兰花的种子种类繁多 通常一亩地用量20克即可 西兰花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 成为南北方的日常蔬菜 可当时中国的农业科技比较落后 育种技术不成熟 导致种植的西兰花品种不仅品质不佳 产量也很低 大家也许会好奇 西兰花的种子有那么难培育吗 它的种子就生长在我们所吃的嫩花蕾上 如果生长过程中不采摘花蕾继续生长 它就会开花结出许多的种子 但它bug就在于 其结出的种子根本不能种植 即使撒下去也种不出来 2017年以前 中国西兰花进口种子的比例 长期保持在95%以上 这意味着中国西兰花种子严重依赖进口 而在国际西兰花种子市场 日本是不折不扣的霸主 据经济日报报道 日本版田种子公司的西兰花种源 拿下全球65%的市场 其研制出来的优秀 耐寒优秀 盐秀等种子 占据市场垄断地位 掌握市场定价权 其中 在西兰花枣熟品种中 耐寒优秀 适应性广 深受中国种植农户的青睐 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极高 但垄断带给中国农户最直观的感受 不是优质和便捷 而是供应量 销售价格都明显受制于人 而更气人的是 版田供应的种子全部都是雄性 不遇一带杂交 也就是说 这种种子只能用于生产 并不能繁育种子 相当于一次性产品 每次种植都得再次购买 农民需要常年复购 日本版田正式以此垄断中国西兰花种子市场 牢牢掌握市场定价权 西兰花种子一般情况下实行大包装 10万粒 约450到465克 价格在5500元左右 2017年的时候 由于货源紧张 版田种业决定推迟西兰花种子的供应 并且减少了供应量 一时之间 因为稀缺性 西兰花种子的身价一路暴涨 原本5500元一包的西兰花种子 既然炒到1.8万元每包 价格上涨了三倍多 平均一粒种子两毛钱 要知道 种一颗西兰花才赚几毛钱 只要是如此 种子依然供不应求 还是有很多中国农户陷入一粒难求的境地 可悲的是 面对日本种子坐地起价的行为 我们的农民已无可奈何 很多人都在排队高价求购 可谓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 正是因为在西兰花等种源市场 占据垄断地位 板田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2017年 全球种业销售额TOP10中 板田公司以5.58亿美元 约合35.5亿元人民币位列第七 强劲营收之外 板田公司也在中国市场加速进击 媒体称 从1998年在江苏泰仓设立公司 20年时间 板田中国公司发展迅猛 队伍人员数量增加了40倍 为什么板田公司能够制霸西兰花种源领域 这是因为板田公司对西兰花育种 研究起步很早 至今拥有超过100年的育种历史 且研发投入多 专注度高 板田中国公司高管 钟景之二透露 日本板田每年将营益额的30%至40% 用于育种研究 育种研究机构分布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仅在中国就有2000多个品种示范点 不难看出 长期研发生耕成就了板田 顺着这个策略 中国要打赢种业翻身杖 突破的路径也只能从研发入手 事实上 2018年 在西兰花种源领域 国家已开始团战攻坚 2018年6月 国家西兰花两种重大科研联合公关启动大会 在浙江举行 据媒体报道 国家西兰花两种重大科研联合公关 以浙江为主 从国家层面 组织国内20家科研教学单位 推广单位和种业企业组成公关联合体 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 加快培育一批优良的西兰花新品种 经过反复研发测试 最终筛选出10个中国西兰花品种 并予以公开发布 农业专家李战省介绍称 中国自主育成品种的西兰花已经推广种植 比如泰州市农科院育成的 泰绿系列西兰花新品种 推广面积达7万多亩 中国农科院育成的 中青系列品种示范应用1.5万余亩 随着国产西兰花种子不断推出 截至2021年 中国已经夺回了15%的国内市场份额 目前 中国自研育成的新品种各有特色 中青9号 于2007年至2012年 曾在甘肃兰州西兰花主产区 替代日本版田的万绿320成为当地主栽品种 最高时占据85%的市场 中青12号种子已部分出口到美国 中青16号 在甘肃、河北、新疆等主产区 已实现规模化种植 2020年种植约700亩 2021年超过6200亩 在春季 已成为河北丰年、新疆石河子、甘肃等地主栽品种之一 部分替代进口日本的耐寒优秀品种 丰产新品种中青15号 耐热、耐雨水、耐抽苔 部分性状优于耐寒优秀品种 耐热新品种中青512 适合中国主栽区早春保护地种植 将填补国内长江流域 春季缺乏耐热国产品种的空白 可部分替代日本的严秀品种 说到这儿 小编要重点介绍一位人物 来自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刘玉梅 在95期间 他主持完成了国家重大科技公关项目 甘蓝育种材料和育种方法研究专题研究 农业部重点科技项目 花椰菜、西朗花新品种选育 及配套栽培技术专题研究 和科研人员一起团结协作 五年间 育成优良的抗病、优质、抗虫、抗热 和雄性不育等新的甘蓝育种材料22个 优异的西朗花育种材料10余个 提出了甘蓝抗热、耐先期抽台的鉴定方法和标准 西朗花耐助性鉴定方法和标准 为提高中国甘蓝和西朗花育种水平 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 刘玉美主持完成了国家863 国家行业科技计划 国家自然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作为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西朗花遗传育种岗位专家 带领西朗花研究团队 取得了重要研究进展和可喜的科研成果 下一步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将依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 极具全国优秀力量 以西朗花全产业链为主线 促成一二三产深入融合和升级 形成龙头产业为目标 在休闲食品 功能食品 以及活性药物等领域 进行科研公关 研发和转化 以满足当前新兴时代背景下 人们对绿色 低碳和大健康的需要 目前 中国西朗花年播种面积 约180万亩 总产量居全球首位 种子市值逾8亿元 产业总产值超300亿元 当然 多回市场份额 与大力推广种植有关 而目前 中国西朗花种源 仍在提高育种技术 提升抗病性和适应性等 核心竞争力 离百年老店 日本版田 还有不少距离 但无论如何 西朗花种源反攻站 已经开启 研发和市场份额 也取得一定成绩 长此以往 国产西朗花品种 将会撼动垄断格局 把菜篮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 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 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 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下期节目